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议会内外 我是刘慧卿 今天我的嘉宾是华叔司徒华先生 我刚才和华叔在谈香港的政制改革 其实华叔做更久了 我自己那时在80年代做记者 那时讲八八直选都已经差了 这样呢就是眨眼又几十年了 现在又来到2010年 就来又表决了 我们香港人有些市民就说 哇我头发黑搶到头发白 我有很多头发搶到没有头发了 但是当然你看其他有些国家就差得更久 有些人死了很多人怎么流很多血呢 那香港有些人就会问 是不是真的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就差到民主呢 你怎么看啊华叔 我相信是可以的 但是这条是一个很漫长 崎岳曲折艰苦的道路 不是说一次就可以解决 不是静止香港那样 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是这样 我们固然之要看这条路是很长 同时自己个人来看呢 也都要准备终生坚持一个这样的理想和信念 难道这次争赢了以后就不用争吗 那你争输了以后就放弃吗 不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很多市民他走完又走 就是有时候他说累 不过累完他都走的 就是他就很希望就算好似看着隧道 都希望看到隧道的进头呢 是有点光 就希望呢 就算他自己不行 他都很希望他的子女的一代呢 是可以看到 不单止香港是中国都有民主 隧道是因为出口的 我讲个故事好不好 好 有个国王中央两个犯人 准备处罰他们 就将他们放入一条隧道当中 他说你一直走一直走 假如走到尾呢 你有出口的就可以逃生了 假如你走一下 走回转头的话 走回转头就要沙头 那这两个人呢 就一直走一直走 走一直走 走一直都接不到出路 那其中一个就走回转头了 我曾经被杀头 我都不会走一条 完全没有出口的路 走回转头 而另外一个 反正后退又死 前进又死 继续一下 他走到隧道口 走出去 你想做哪个 我们香港人是想做哪个 香港人我相信没有人想杀头 那他当然要走 是吧 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做 是吧 你看看历史当中 从来要推到社会进步 都是很艰苦的 现在我相信 其实不过你说那句话 就是走着走着 完全看不到 结果呢 对有些人 他觉得是沮丧的 是 他拯折回转头 被杀头了 他又未必说拯折回转头 但是他就没有了那么多的斗志 那当然是 全世界有很多种人 那我们不要看其他人 首先要求自己 是吧 我都80岁来的 是吧 我都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华叔都这么硬 所以大家要努力去斗 就是有些香港人 就 他可能 其实他觉得 你记不记得 你讲故事 我又讲故事 是真事 是好几年前 我和有些人说 说我们要去游行 要去欠民主 他说 他说 你知不知道民主要来做什么 我做什么 他说民主要来保障我们的自由 你看我们多自由 他说用什么搞 这些读过书的人来的 这个是他有他的自由 他不看到有很多人没有自由 那除了自由之后 还有人权 还有法治很多的东西 我相信有一天 他自己遭受到 他自己本身人权受到剝削的时候 他就觉得民主是好 可能是 如果搞完民主制度 所保障的人权自由和法治 是人家因此给你的 即使现在你有 随时可以收回 收回那时候他们就怕会去争 但是那时候拍太子已经抓了 但是香港的问题就是 可能现在就是比较安逸一些 那些人就更加没有那个动力 反而如果说他现在立刻 走来抓人封艇啊 又锁电视台啊 又抓这个 可能就多些人会觉得有个动力 我们都要去就算做地下党啊 或者什么都去找 这里这么舒服 你说叫他游行 他做什么啊 就是有些市民呢 你又不要这么灰心 其实香港人呢 都是很参与的 你看香港已经成为 全世界游行最多的地方 是吧 参加的人是不少的 但是有大的少是少的 我相信其他地方呢 有那么多人参与游行 曾药权上两个星期来立法会呢 他都说了 是6.7个 每一天 游行或者是6.7个 以前董建华都说啦 他说哇 多么自由啊 我们香港 最多游行是我们游行之都啊 我就问他 你不问你自己为什么 搞成这样 但是呢 就是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相信呢 华叔在这里最好 要就是给香港人 因为很多香港人呢 就很尊敬于华叔的 尤其是因为华叔 现在身体不是那么好 但是都是这么身体力行 都是这么坚持 所以呢 当你们 或者你和你子女 可能有一些软弱的时刻的时候呢 想着哎 都是不要争啦 或者哎 免得干什么啦 那你记住 记住华叔教训啊你 不要疑我 记住你们自己的下一代 是 记住他下一代 那我相信呢 就是香港呢 现在呢 那时候你知不知道 华叔那时候说 97呢 有些人又说怎么说怎么 那时候你都没有说到 就是太过差了 搞会 是不是 就是现在都没有人被人抓 这个就是香港人生性 力争 是 假如他是做了些什么的事 香港人觉得是不好的呢 香港人立刻起来 这个呢 就真的不是那么多香港人 会察觉得到 因为我们仍然享有些自由 但是那些自由 不是说 因为他那么仁慈 继续给你 而是这十几年 很多香港人 用永恒的警角 去支持 那才行 但是有些人呢 就看不到你去支持 那些 以为 做什么呢 十几年都这么自由 所以有时候呢 是有华叔啊 各个其他方 你出来提一下大家 是有很多事情呢 是大家要很执着 要去做 那样呢 我们希望呢 就是那些学生仔 华叔 你最喜欢那些 他们那些呢 现在越来越多 如果对六四 对其他社会的事情 他们那么关心呢 这个我相信 对我们香港人 应该是很开心的 见到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年青一代 好像真的不是那么关心 社会事务 要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 未够的 未够的 那今年六四呢 我们希望呢 就会有很多市民来 华叔就说 不会 讲个估计的数字 不过我相信 都很多人来啊 因为很多人想见一下你 也未必 其实我为什么不估计呢 做事首先要计较的呢 就是你自己很尽力去做 是 结果怎样的时候 你不要心大心小 我就曾经提过一些 参选的人 时时去参选 经常想想 我会不会赢呢 或是输呢 你一想到这样的时候 就立刻不要想 跟着想想 有什么未够的人去做 快点去做 你经常想到都没用的 那你不做事 你想什么都不行 想想想一下才行 是啊 但是呢 我相信六四也好 七一也好 香港人呢 尤其是今年 有这么多的议题 在这里 大家是会非常之 非常之关注 我们很希望市民走出来 我就觉得 是用和平理性 非暴力 也都非粗口的方法 去表达 粗口就是一种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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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语的暴力 是啊 是的 所以我希望 今年 就好像 真是这样的 华叔 我们一起玩普劲 真的要 香港人 这句话都不是很闻的 但是这个不是粗口 不是粗口 但是我说他不是很闻的 不是很闻的 但是有时候都要的 因为我相信 这个是这几个星期 是很关键的时刻 所以呢 今天我们在这里 是很多谢司徒华先生 华叔 我们最紧要祝你 身体健康 是 我自己也希望是这样 多谢华叔 多谢 拜拜